尽管国人对我国公共交通的满意度维持在高水平 不过有议员认为我国公共交通还是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同时建议在公共交通的发展当中 以乘客的利益为中心考量 工人党非选区议员陈立峰在国会修会动议演说中 强调可负担车资对乘客的重要性 他提议在允许公共交通营运商调高车资前 把他们的利润也纳入考量中 他同时建议通过客观的第三方展开乘客满意度调查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回应时说 在现有机制下 本地公共交通车资过去五年下跌了1.2% 乘客满意度也有提升 普杰利也说 目前全国有约180万人 包括学生和乐龄人士在优惠车资计划下受惠 感谢观看